因为杨超越取得第二名发布的霸气宣言而遭到了不少网友的dace 甚至有部分人用一些不堪的言语去评价杨超越 而作为曾经和杨超越朝夕相处的人 许多在《创造101》中被淘汰的选手在微博上发声 纷纷力挺杨超越,为杨超越澄清事实 首先就是有关在上周节目中杨超越翻白眼的镜头 对此事已经被淘汰的徐时音和向于星都纷纷向网友解释 而关于杨超越私下的人品 被淘汰的选手发完说杨超越人真的很好